大家好我是Aliya 其实我是新加坡的设计师 听见到你们呢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字叫做 pony 名字呢就是旅行大拍摄 其实今天还很流行 我们有个家讨伙 但你叫做新加坡的设计师 可以去搜一下 同时我们也有小默叔和微博 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哦 今天呢是2020年的2月6号 大家也都知道现在这个国内的疫情很严重 也是呢受这个疫情的影响 所以2月可能单位全部都可以掉 其实我今天去工作是要拍产品 然后就有一个小伙伴在鱼尾石附近 所以呢顺便打算拍一下家伙最热门打法的景点 就是鱼尾石附近有一些什么商家的餐饮呢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吧 我们现在是在鱼尾石公园的马路对面 大家都知道这个三栋楼呢是金沙 然后中间这个莲花就是科学艺术中心 然后摩天轮现在就失败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鱼尾石这边 果然热门景点的人还是很多 不过我今天几乎没有怎么看到中国游客 大部分都是日本人 特别多 插播一条广告就是我今天拍的产品 来看一下这个超级贵的网红冰淇淋 一个冰淇淋竟然要8块9新币 这里有一个海鲜餐厅叫棕楼摊 前面还有一个小酒吧 现在是晚上6点多 感觉这里已经坐了不少人了 我们现在准备去咖啡馆啦 这边楼下有一个很可爱的鱼尾石 还有小肥羊 我们要去的咖啡馆呢 叫做PS Cafe 据说这是孙燕姿最喜欢的咖啡馆 国内上海好像也开了分店 果然工作日都没什么人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蛋糕 这里是室外的部分 风景还不错 可以看到滨海湾的景色 喜欢的小伙伴请关注我哦